台风隔美25号凌晨登陆台湾宜兰 携带狂风豪雨轰炸台湾 多地灾情频传 台湾南部受灾惨重 赖神不放假造成市民危险 却在路边劝女童回家 后人以赖神劝童比喻自己造的念 却在那边假惺惺 台风隔美来势汹汹 台中市长卢秀燕紧急返台 坐镇灾害应变中心 却遭绿云批评作秀 来一名代叶元芝 翻出赖清德过去的赖神劝童往事 很钻台风天作秀的经典 和无人能超越的天花板 就是赖清德 中国军队历来不信邪 不怕鬼 不怕压 有决心 有能力 有手段 打败一切侵犯之地 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防部25号举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副军长 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笑 就相关涉台议题回答记者提问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天席 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先后登陆敏台 福州市贵西社区台胞公寓楼长 王庭为新系住户 早早就组织了台经志愿者们 进行防台抗台的前置工作 以保障台胞住户们 能够平安顺利地度过这次的台风日 早上虽然风大雨大 那个隔美台风还没进来 那下午可能就马上到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分配一下打扫用具 然后也看一下台胞公寓楼里面的住户 有什么需求 那先分配这些打扫用具的部分 巡楼检查问勋穷 王庭为带着台胞志愿者们 在台风隔美登陆福州之前 先做好预防措施 就是要让公寓住户安心 保安队长保安队长 这个一号楼的二十八层 这里的排水口堵住了 那如果说现在不处理的话 等一下就马上那个会积水 那请那个保安他们赶快来处理 或者是清洁人员赶快来处理 急风骤雨 台胞公寓的走到连廊上 已经出现了大量积水 这对于住户的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 一旦积水情况严重 甚至会倒灌至住户公寓内 发现情况后 王庭为立刻与保安联系整修 并与台胞志愿者 在积水沿中的楼层进行轻瘀排毒 哥美台风今天刚到 然后我们台胞公寓 现在就是我们组织了自己几个志愿者 然后检查一下台胞公寓现在的状况 然后怕影响到我们这些台胞的住户安全 然后最近近期岛内 我们有看到一些新闻 岛内有蛮多的灾害 因为台风受影响 所以希望说这两天的市民不要出门 然后比较安全 水到了 谢谢 这一桶 刚好水管坏掉了 有那么真好 谢谢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那要注意安全 昨天下午我们收到一些台胞的需求 跟反馈 那我们也及时的跟几个台胞志愿者 一起去购买了水 蔬菜等一些物资 也发放到他们手里了 那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一个帮助他们这两天可以安心平安的度过 隔美台风达到了17几 一定是会影响到台胞公寓楼 那想我组织了几位台胞志愿者 上门的去慰问需求跟协助帮助 因为往年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积水的一个状况 那他看这些的一个应该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提早现在做准备去把它清理 如果没有做好的部分 我们赶快通知物业跟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把它做好 把所有的损失降到最低 然后让台胞能安安心心的待在家里 渡过一个平安的台风日 那也希望在福州的居民 也如果不要外出 尽量的待在家里面 接着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台湾 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25号临时前后 以强台风级别登陆台湾省宜兰县南澳湘沿海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 那么受其影响呢 台湾多地发生灾情 截至25号17时 台灾害应变中心发布数据显示 隔美已造成全台湾3人死亡 380人受伤 22个县市全部停课停班 169航次船班停航 400多架次航班取消延误 而在25号中午台湾高铁公司宣布 原定15时起恢复营运 将提前到14时恢复双向营运 强风不断吹 下一秒 顶楼铁皮屋顶被吹飞 连带导致整面女儿墙从六层楼坠落 直接砸中一辆临时停在路边的轿车 当下驾驶员立刻将车往前开一角 但车身后方严重毁损造成一死一伤 不止超商店员听到巨响 冲出来帮忙救人 附近民众也一起协助打电话叫救火车 就是突然听到楼下有巨响 然后我就往窗户外面看就有看到一台白色车被砸 然后那时候就立马冲下去帮忙救人 然后也是他们刚买完离开 然后就刚好砸到 有话小孩就是肚子稍微就是在类似像抽虚那种 那个女生的话就是没成了生命迹象 这起事故发生在24号傍晚5点多 花莲美轮中心路上 当时45岁的高性护理师刚下班到超商买完东西 坐到轿车后排右侧 女儿墙坠落导致高性女子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补治 其坐在后排左侧的七岁儿子头部受伤 一时昏迷送医抢救 24号上午九时许高雄市一名卢姓女子 骑车行经凤山区已路断时 路边六七米高的大树突然被强风吹倒 不偏不倚砸中这名女子 虽送医急救后但人因伤势严重不治身亡 他常会来这边吗 有时候就看路不行他就过来用 他挖主机是他开的 他开的他开的 在新北三峡一名王姓里长在外出勘灾时 爱车受困 他开挖土机前往想抢救自己爱车 却疑似因为操作不顺 只挖土机翻覆 里长颈部当场被押住 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两个多小时 24号傍晚因为伤势严重宣告不治 但该里长并未被台灾害应变中心 计算在台风隔美造成的死亡人员名单中 夜里的大楼暗沉一片 路边街灯也都熄灭 高雄南子区发生无预警停电 民众纷纷抱怨 台风天停电快热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 台北市内湖 有行道数被强风吹倒 压在电线杆上 造成575户停电 感觉是遥遥无奇 搞不好要等到今天晚上 甚至到明天 大家可能说起码要来超商补充个货 或什么 可是来这看有人收缴比较快 超商所有的补给品 全部被人家都拿光了 那我们就只能在这边喝个饮料 在那边等消息 市政人员加紧抢修 据台电消息 受台风隔美影响 截至25号下午 全台停电户数达53万9739户 经抢修已修复超过49万户 台风隔美正面清洗宜兰 造成了大量数目倒幅阻断交通 七贤村则是淹水严重 室内积水达到了半层楼高 家具是通通泡水 而在新竹尖石乡 不少村落也都出现了土石崩落的灾情 西州街这边 其实这边有道路上全部都是积水的状况 那甚至呢 不只是这个道路你已经看不出来了 甚至连住家里头也都淹水了 24号傍晚开始 受到暴雨清洗的 宜兰圆山乡七贤村开始淹水 民众家中棍子圈倒 生活用品散落一地 就连厨房 厨柜 冰箱 也不堪墙崩而倒下 统统泡在水里 而东山乡的路面已被积水淹没 比较深的积水处连路都过不去 田中央的民宿宛如孤岛 立在荒阳中 以前没有烟这么高 这次的凯米台风所造成的 这个强大雨 外水 内水都很多 狂风暴雨之下 就连30年的老树也应声倒下 隔美台风带来的强风好雨 不仅让宜兰损失惨重 也让新竹尖石乡的不少村落 出现土石崩落的灾情 竹六石乡到这边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马路上仍然是有大堆的土石 以及这巨大的大石头 那这块大石头的高度呢 大概是超过了旁边的护栏 这么一大截 这个石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新竹尖石乡不断传出 巨石崩落和土石泥流的灾情 24号晚间 乡公所紧急从危险土石流区的七个村 撤离712人 这边道路已经有土石 水都已经遇到那个我的庭院了 所以说他们就把我带着 往这个集会所这个地方来 如果再继续下雨的话 可能真的是会冲刷到他们 我们的村民的家园 台湾南部地区的城市 此次受台风隔美影响是最为严重 高雄半个市区都泡在了水里 左营 陵雅 古山等区 都有马路被淹成了河流 积水来得又挤又快 直接灌进地下室 高雄左营陶子原路的这处新建大楼 车道都变成瀑布 地下室停车场的水淹到小腿 十几名住户合力固定防水闸门 要赶紧总止积水持续倒灌 高雄市区各地都出现严重灾情 几乎半个城市都淹水 损失难以估计 民众开车行进左营区宛如在开船 古山中华路和青海路口积水成河 民众骑车就像在骑水上摩托车 而翠华路一带犹如黄河 陵雅区福建街也因为积水不断灌入地下室 楼梯变成瀑布 眼看车子都泡在水里 居民无奈又心急 而住在一楼的住户们 只能暂时用雨衣挡住门缝 同样被积水倒灌的还有屏东县 在方寮海欧路 整条路变成小河 水位淹到小腿度 甚至还在升高当中 而当地有28户民众 家里所有家具都泡在水中 居民相当无奈 只能赶紧把东西架高 降低损失 而在台南的低洼地区 有不少居民度过了惊恐的一夜 台南后壁上茄冬 因为地势太低 水已经淹到住户胸口 平房内的四个老弱妇孺 无路可逃 其中两人还行动不便 只能向救援人员求救 橡皮亭启动马达 才能抵抗强大的水流 救援人员翻过铁丝围离 好不容易进入到住家 终于将受困的四位居民送出来 而嘉义的鹿草香和水上香的水势 上涨迅速 有的还淹到一层楼高 老入居民受困水中 救援人员不断在村里救人 希望能赶在溪水暴涨倒灌前 安全转移村里的受困居民 隔美西台也让南投受灾严重 25号凌晨大暴雨 导致南投猫罗西和梅西的溪水暴涨 沿线低洼地区全都遭殃 很多车辆都被泡在水里 警报器响个不停 汽车全泡在水里 台风隔美夹带好雨 让南投灾情频传 南投市军工里的停车场 近百辆汽车全程的泡水车 而在顺西南路的停车场 警方拉起封锁线 有情侣在车里休息 睡到一半才发现 水淹进车里 赶紧打电话求救 你说这可能会淹水吗 没有 因为那个那么高 就醒来就已经到那个脚上了 南投猫罗西沿线西派 灾情更严重 抽水速度根本改不上淹水速度 和平小学旁边的高速公路底下 只要是低洼地区 车子经过时甚至会被灭顶 到那个驾驶座那边 不敢发动 就赶快赶快拖走就好了 突然的这个极大雨 然后造成这个猫罗西的这个暴涨所致 所以目前我们都在做积极的抽水 除了猫罗西 南投普里镇的门西 因为强大风雨造成溪水暴涨 滚滚溪水从上游冲下来 把今年二月才完工通车的守城桥变道给冲回 只露出部分机座和底下的寒管 连两段路面都被塌险掏空 忽然倾斜 有的还掉入溪中 灯杆被强风吹断在地 强劲的冲击地道 令人看了都觉得可怕 还好工作提前预警封闭 没有人员伤亡 而中部地区的云林县 同样在经过一晚的暴雨后 传出灾情 除了有车子泡水抛锚 还有多处地方停电 大湖西溪水暴涨 斗南镇很多地方都有出现淹水 深度甚至接近半个人高度 就连当地台铁铁轨 也出现积水情况 甚至有民众受捆家中 搜救人员乘坐橡皮艇前去救援 而被风吹倒的路数 让救援难度再增加 台风隔美带来惊人雨势 让南投云林受灾严重 台风隔美来袭 花莲各地经过了一天的 强劲风雨摧残 出现了多处灾情 一片狼藉 经过台风这一夜的摧残 我们可以看到 这走道上堆满了 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仔细一看 你会发现这不只是杂物 很多其实是店家的身材工具 隔美台风青海 花莲首当其冲 经过一夜风雨 整个市区一片狼藉 有摊伤一早五点 就冒着风雨来到现场 整理摊位 看到生材工具被吹得 东倒西歪 欲哭乌泪 他就睡不着了 等风比较挺 雨比较挺来 这边慢慢整理 轩辕路上 一间咖啡厅的巨型石像 也不敌台风 被吹得躺在大马路上 而纳鲁湾旅店的巨型招牌 则直接从八楼被吹翻 还砸回两台汽车 冰冰冰冰的都会很大声 问题是说你敢出来看吗 另外 北宾外环地下道 从24号晚开始出现金水 水深超过半个轮胎高 就连花莲港湖警察队的铁皮门 都成了防水闸门 门外一片蜂羊 风雨大道 人连话都说不清 站不稳 花莲和平村马路 金水严重 路边树木也不敌强风 被吹倒一片 整片道路犹如一条河流 受台风隔美影响 台北市和新北市也发生了不少灾情 25号上午 一辆大货车行经台北市基隆路二段时 一次打滑失控 撞上标志杆 导致标志杆断裂 还砸中了一辆出租车 台风天雨大风急 大货车在台北基隆路二段的路面上突然打滑 撞到中央分隔岛的标志牌 而对面车道一辆出租车刚好经过 被倒下的标志牌砸个正着 货车驾驶员头部受到撕裂伤 这起事故发生在25号上午 据警方初步了解 疑似是雨天路滑 大货车打滑后急踩刹车 才会失控撞上标志杆 而标志杆也因此断裂掉落 台风隔美对台北也造成一定灾情 尤其是在北投区 现在风势非常的强劲 证明民众虽然是拿着雨伞 但是他也是已经走不稳的状态 都要小心翼翼的把雨伞给拿好 在北投中和街的一间大卖厂旁 经过一夜风雨肆虐 超过十辆摩托车和自行车东倒西歪 树枝和树叶散落在马路和人行道上 附近店家的招牌也不敌强风被吹落 再把目光转向台北内湖区的一座公园 一棵树林超过50年的大型榕树被台风吹倒 旁边电线也被扯断 导致当地一度发生大停电 另外台风隔美也对新北造成影响 新北三重区的一座公园内 树木被台风吹倒 幸好无人受伤 西纸区的一处停车场招牌也被吹断 杂重厂内一辆出租车前挡风玻璃 据福建省气象台的最新消息 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于今晚19点50分 在福建普天市秀宇区沿海登陆 下面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一种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我们面临的局面 会更加的复杂 这么说来 可就不是什么随手下的三级 必须得结束这个考验 没有危机 就没有推测 要盼是 前行者 7月16日期 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近期 环太平洋2024军演在夏威夷周边举行 其中一个科目是 基沉4万吨两栖攻击舰 那么有分析就认为 这是向中国示威之举 美参联会主席布朗近日还声称 若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 对所谓击败中国信心十足 对此在25号举行的国防部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笑强调 中国军队历来不信邪 不怕鬼不怕押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如果想拿军演来吓唬中方 或者对中方搞血缘恫吓 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中国军队历来不信邪 不怕鬼不怕押 有决心有能力有手段 打败一切侵犯之地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据台媒报道 台军近期组织汉光40号时兵演练 聚焦无剧本实战化 首次发布部队交战规则 写新卡范本 以提升台军动武的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 并演练境外物资接转等科目 对此张小刚表示 民进党当局穷尽各种伎俩谋独 是自欺欺人 民进党当局穷尽各种伎俩 妄图给分裂活动 批上合法正当外衣 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民进党当局迅谋把台岛当战场 把人民当肉盾 妄图以武谋毒 以武剧土 完全是不自量力 最终是绝路一条 另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首搜自治潜艇海空号 获取关键配件光点前望境后 正在进行后续验证工作 可能将于9月份海事 对此张小刚强调 海坤如果用于以武谋毒 早晚都是解放军的往中之鱼 民进党当局 以武谋毒 完全是自寻绝路 造再多的武器 买再多的装备 都是劳民伤财 装点门面 海坤如果用于以武谋毒 这早晚都是解放军的往中之鱼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声称 中国大陆对台海及周边地区的所谓灰色侵扰 与日俱增 台防部门从近日起 新增英语广播方式驱离解放军军机 并首次发布解放军火箭军试射和海警船台岛周边活动情况 而台湾地区海巡部门也称 大陆海警在过去几个月增加了金门 马祖等离岛周边的施压 对此张小刚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过是滑动取楚 吹哨壮胆 解放军的行动不惧任何侦察干扰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移 据台湾联合报等台媒7月24号报道 针对台湾地区多项重大军购交付不断被美方延迟 台防务部门称将正式致函美方全责单位 要求美政府依照与美厂方议定的合约进行相关处置 台媒报道称 中国国民党基民代罗继强向台行政机构提出书面质询 他质疑台防部门宣称 向美国采购包括400枚导弹在内的100套按机鱼叉导弹系统 其中的32套系统128枚按机鱼叉导弹 原预计2026年交付 但按美公开资料 台方2020年签署 以23.7亿美元采购100套400枚鱼叉反舰导弹 与相关装备的合约 美国防部2023年才下了生产相同数量导弹的订单 预定将于2029年3月才能完成这项计划 此案是否延后交付时间 罗志强还表示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F-16战机爱国者拦截系统 美方称会优先提供乌克兰与北约盟友 台防部门是否评估对台交付是否受到影响 对此台防部门回应说 岸基鱼叉导弹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爱国者拦截系统等 已要求美方如期交装 F-16V新式战机 先前因软件整合及开发瓶颈 但技术开发突破后 产线现已步入正轨 有望于最终期限前完成交机 而针对美方持位交付台当局采购的武器装备 台防部门与供应商之间 是否有签订相关的赔偿协议一事 台防部门称 军购案发架书 是台当局与美国政府间委托契约 由美国政府与美国国防厂商议约后 提供台方所需要的武器装备 美方若因厂商延迟交货 损害台方权益 将会由美国政府向厂商提出相关处分 台方则通过现有机制 正式致函美方权责单位 针对台方认定损害权益的项目 向美政府提出一约进行相关处置 对于台防部门的说法 有岛内网友质疑 有用吗 笑台湾不敢 还有人批评称 垃圾 还不如拿来金属建设 美国完全把台湾地区当提款机 买武器的想贪污 卖武器的想战争 台媒报道称 根据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报告 今年5月 美方拖欠196.9亿美元的军售 到6月 这数字已达到205.3亿美元 6月 美方拖欠台当局军售增加8.4亿美元 不少岛内网民表示质疑 花了更多钱 结果要等更久 有人嘲讽台湾被尽情压榨 有台媒直言 多年来 台当局可以说给美国交了巨额保护费 但并没有什么安全保障 还是处理好两岸关系比较重要 下面我们针对这个话题 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斌 张先生 针对台湾多项重大军购交付 不断被美方延迟 台防污部门称 将正式致函美方 那么您认为台防污部门此举 有何目的呢 是做做样子给民众看的吗 对台军售看似是一个军火的交易 但是呢 这里边呢 其实呢 完全违背了这种贸易的准则 因为呢 民进党当局呢 一边导向美国 希望呢 借助美国的力量呢 能够谋求这种啊 台独的行径 所以啊 对于美国来讲 台湾是没有任何的议价的空间 和相应讨价还价权利的 所以在对台军售层面 应该说啊 美国想卖给台湾什么武器 想要多少钱 想什么交货 完全听命于美国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延续到今天呢 确实台湾民众呢 可以说是强力的一个反对的 完全导向美国 不仅呢 让台湾遭受了大量的 这样一个钱财的损失 而且呢 也致两岸关系呢 一种危险的境地 那么这个事件之所以 台湾方面要有所动作 甚至要敦促美国 及早的履约 及早交货 主要还是啊 台湾钱已经付了 但是人家货迟迟没给 那显然这样的一个做法 引起了台湾民意的 广泛的一个反对 对于民进党的冲击呢 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民进党为了挽回面子 总得象征性的 搞一点什么事情 做一些什么动作 比如向美国发个 像的这种罕见 比如说敦促美国 及早的履约等等 以展现呢 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的 这样的一种啊 积极的态度 但是民眼人都知道 在对台军售层面 美国的这种 起主导决定性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 民进党顶多 也就是做做政治秀 安抚一下台湾的民心 至于美国什么时候交货 既要决定于美国的产能 和库存 同时也要决定 美国的对台湾 到底支持力度有多大 所以啊 不管是怎么催促 恐怕这样的一个 对台军售 完全是一边倒的 要听从美国的命令形式 好的 感谢张先生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屏东久如柠檬 不只有鲜果市场 加工技术持续进化 现榨果汁做成柠檬砖 从香港鸿回台湾 近年大陆流行火锅KTV 主打欢唱不用钱 吸引爱唱歌的消费者 有台商将大陆成功经验 复制回台 也成功辱获年轻消费族群 海峡拼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年月暑假到 安全最重要 玩水虽凉爽 生命价更高 危险水域要远离 擅自结伴不可靠 游泳馆里来游泳 大人陪护不能少 夏日防溺水 平安过暑假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风隔美来势汹汹 赴美访问的台中市长 卢秀燕紧急返台 但遭到绿营批评是作秀 对此国民党及明代月圆汁很酸 台风天作秀的经典 和无人能超越的天花板 那就是赖清德 台风隔美来袭 台中市长卢秀燕 单以赴美访问 临时决定提前返台 作证灾害应变中心 还好我们的飞机跑得比台风还要快 最强在台风进来台出之前 那我已经抵达了 一路上虽然辛苦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跟市民家人同在 这是我的职责 一点都不累 卢秀燕前脚才到美国 立刻改变行程 全程没睡觉 快闪不到七小时就返台 就是担心台风造成意外 蓝白对于卢秀燕的灵活调度 经与正面评价 但民进党议员却批评 这是秀燕作秀 还说他刷新台风政治学的新记录 卢秀燕希望政治口水 不要随台风雨水而来 国民党金明代叶元之则指出 台风天作秀的经典 无人能超越的天花板 就是赖清德 叶元之拿出一张 赖神劝童的梗图 解释了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 在2012年 因准确预测台风走向 因此被广道网友称为所谓赖神 但2016年 又一次台风来袭 赖清德却坚持不放假 结果这次台南市却是风大雨大 台南市政府当天早上 紧急宣布放假 赖清德还在路边 疑似再劝一名女童回家 引发讨论 所以网路就有一个 赖神劝童审语 叫赖神不放假造成市民危险 却在路边劝女童回家 后人以赖神劝童比喻自己造的孽 却在那边假猩猩 叶元芝表示 按照民进党攻击 盧秀燕的逻辑 是不是也可以说 赖清德是为了摆拍 故意早上不放假呢 盧秀燕不回来也会被骂啦 回来也会被骂啦 那去了回来就会说 你干嘛要去了 那我觉得这个赖神呢 还是没办法 盧秀燕还是没办法超越 近一段时间 赖伴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 副照级人童子贤 频频就能源问题发生 23号他对外表示 请台经济部门主管郭志辉 努力发电 让我有冷气吹 据了解 台湾地区2023年 用电量为2821.4亿度 以成长率2%至2.5%推算 未来3至4年的用电量 会超过3000亿度 届时美度电费 若与发电成本差距0.5元新台币 一年下来就会产生 1500亿元新台币的庞大落差 台湾有些地方很需要用钱 高等教育要用钱 研究AI要用钱 建构足够的算力的机房 也要用钱 钱资金预算都很珍贵 我们何不好好把 这一些预算用在好的地方呢 在能源这一块 如果可以做 有效率的优质的能源的 一个排列组合呢 你省下来的钱 即使要弥补类似像健保 或高等教育跟研究的需求 其实是绰绰有益的 童子贤指出 夏季民众努力省钱省电 舍不得开冷气 但冷气对整体用电而言 可能仅会影响1%到1.5% 冷气应该不是重点 就是台湾的民生用电 其实只占整体用电18% 产业用电仍然是最重要的 这个消费的部分 服务业可能也有18 19% 其他的工业上面大概超过50% 大概接近56%吧 针对民生用电 童子贤还向台经济部门 主管郭志辉喊话 让其努力发电 让大家有冷气可以吹 跟郭部长志辉兄说抱歉 我还是要吹冷气这样子 你请部长努力的发电 让我有这个冷气吹 童子贤的言论 在岛内也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留言表示 越来越诚实了 这也是我的心声 我要吹爆冷气 这才是正确观念吧 民生是能省多少了 也有网友吐槽 民众省电 让赖清德吹更爽 轻鸟要飞出来了 下面我们针对这个话题 来请教一下 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李盛峰 李先生 台湾何硕董事长童子贤 喊话台经济部门主管郭志辉 努力发电让我有冷气吹 那么请教您对此有何评论 台湾这几年来 在能源上最大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真正的能源政策 而只有口号 因为没有可行的 没有讨论过的 没有经过深知熟悉的 能源政策的情况下 只有了政治口号 结果才变成 火力发电比例越来越高 清潜能源比例越来越低 所谓的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 现在只要发电一个 弊端就出现一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童子贤 对郭志辉的挑战 是完完全全 反映了社会 大家对民进党 能源政策的疑力 真的 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是没有政策 是做一天 购一天 偷一天 而新的能源 基本上官商勾结 是排脱不了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 我们对所谓的产业政策 我们脑中是挂满了问号 郭先生 还是从企业界出来的人 拜托你 你回到你的企业界 你还可以当你的真正的老大 不一定要见面那一碗官丸 那一碗官饭 不见得好吃 做做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做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员 做做一个有良心的百姓 为大家来做一些时事 可能是更恰当的 否则 缺电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随时会产生的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 又有新的政治事与了 说没有缺电 不是跳电 只是停电 不久我会告诉你 没有缺电 只是不小心跳电而已 但是这样子 台湾的经济能走得下去吗 所以当官的 请给良心一点 为人民 为百姓 为这块土地 多付一点薪资吧 好的 感谢李先生 高雄石化管县气暴事件 即将年满十年 这场意外造成了 32人死亡 3000多人受灾 高雄市政府 先赔款给受灾者 再向台湾中油 融化与华运等公司求偿 23号 高雄市法院认定 高雄市政府 管理疏失责任达到八成 判相关公司只需赔偿 2847万余元新台币 2014年8月1号 高雄市前镇区多条街道陆续发生 克燃气体外泄 并引发多次大爆炸 造成32人死亡 321人轻重伤 受伤民众累计3140位 高雄市政府 以待位求偿方式赔偿受害者后 分成六大案 提告酿成事故的台湾中油 融化与华运等公司 要求其赔偿损失 其中一起案件 法院一审判融化华运公司 赔偿高雄市政府 7942万余元新台币 二审改认定高雄市政府 管理疏失责任达八成 判融化华运只需赔偿 2847万余元新台币 认定之过失责任过轻 本院认为高雄市政府 关于湘涵之发包 验收等过失情节 为细增气暴之主要噪音 应负担八成的过失责任 23号高雄气暴调查小组 前召集人国民党籍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痛批 高雄市前市长陈菊团队 因为推卸责任 待位求偿滥用善款 纵放时任高雄市养工处长 道歉认错 直批高雄市政府团队 犯后态度不佳 以致赔偿金将由现在的 高雄市政府全面承受 全体市民遭受重大损失 他还喊话陈其迈 不必替陈菊背黑锅 应面对历史真相 对此现任高雄市长陈其迈 近低调回应称 诉讼还在进行 高雄市政府会依最后判决结果 做处置 高雄市政府表示 会尊重判决 但将上诉到底 也强调此案 即使最终确定的赔偿金变少 市政府也会补足金额 不会转嫁到受灾者身上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